Hello 我是Uncle Ray 今天又和大家見面了 如果你覺得這個頻道好看的話 請給個讚我 訂閱我的頻道 又或者介紹給其他朋友看 今次我教大家做的是豆腐雞 通常做雞餅或雞丸 都會用麵包糠、麵粉、麵包來做 但今次我用豆腐 在日本菜式裡 經常都會用到豆腐 所以今次我也試試新東西 用豆腐來試吧 豆腐雞的材料很簡單 我們有 免治雞肉400克 豆腐200克 豆腐方面 不一定要用漂亮的豆腐 即是很貴很貴的日本豆腐 普通豆腐就可以了 除非你很喜歡豆的味道 因為我上次用了日本豆腐加雞肉煮的時候 我發現原來豆腐雞 用日本豆腐做的豆味太濃了 為什麼我會選用豆腐去做呢 因為用豆腐做出來的菜會比較柔軟 另外就要雞蛋一隻 和普通麵粉三湯匙就可以了 這段是說如何自己做免治雞肉 如果你打算出去買的話 就可以飛了這段 如果上一集你有看過怎樣劏雞 劏了雞胸肉可以怎樣做呢 其中一個方法就是做免治雞肉 在街外買免治肉 我經常都很懷疑他究竟給了什麼肉 我完全看不到 只是出來見到一些一匹匹的東西 做免治雞肉第一個步驟 就要先去皮 然後就要脫筋和去剝 究竟怎樣做呢 我很暴力地拿著筋 然後用刀一刮 就拔出去了 這個步驟是不是一定要做呢 其實也是那句不一定的 如果你覺得很複雜的話 很簡單 切碎它 等下去食物處理器 一打就變成了免治雞肉 另外 雞皮可以不扔掉 我會下一集專講怎樣做雞皮 好 我們開始預備做豆腐雞了 預備的工作的時候 我們首先會把豆腐壓碎了 但是豆腐我沒有用布或紙吸乾水 因為我發覺 當你吸乾水 或者用壓的方法 把水分壓出來 豆腐就變得很乾 吃出來就很粗 所以豆腐只拿200克出來 避著水 就可以和雞肉一起了 師傅教我 要打蛋的話 我們一定要把蛋打在空的勇氣裡 因為很容易掉了蛋殼 甚至蛋如果是臭蛋的話 把蛋打進食材裡 就整鍋食材浪費了 雞蛋沒問題的話 我們就可以倒進豆腐和雞肉裡 然後我會加胡椒粉和鹽 我這次用白胡椒粉 不用黑胡椒粉 因為我不想食物出來的時候 有一點點的黑色 當調味完後 我就開始加麵粉了 麵粉 我們不可以一次過加進去 都要分兩三次 加少許 然後拌勻 加少許拌勻 如果一次過加進去拌勻 拌勻不均勻 就會起碎了 當雞肉拌勻後 然後我們會用保鮮紙包著它 等下雪櫃 因為我想雞肉會硬身一點 當我們把雞肉拌勻後 要試一下味道 怎樣試味呢 雞是不可以生吃的 首先我們要煮一煮熱水 然後將雞肉等下煮熱水 當它粉面熟了之後 就可以試一下 如果你覺得味道不足夠的話 可以加多點鹽或胡椒粉 甚至可以加多點豆腐 但是試味試一兩次 雞肉沒有了 這個步驟可以做或不做 對於快手的人 我就覺得可以不需要做 如果你快手的話 就可以直接把它拌在鑊上煎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是新手的話 我就建議你做了它 很簡單 拌一根雞肉放在手上 搓成一個球 放好它 完成 煎豆腐雞的難度 煎豆腐雞的難度 不是太高 鑊熱之後 就可以把雞肉放在鑊上 然後用鑊鏟把雞肉壓平 當你發覺鑊很熱的時候 調回小火就可以了 慢慢煎 煎至熟為止 當你看到兩面都煎到香 可以試一下雞肉熟不熟 如何嘗試雞肉熟不熟 比較簡單的方法 第一個方法 就是用手指捉它 看看它是否軟軟 硬不硬 如果你覺得有點硬 就代表它熟 另一個方法 就是用刀子插進去 然後你試一下插得穿 就代表它熟 最後一個方法 更簡單 就是拿出來試味 喂!又試味? 是的 我經常都要試味 如果你想擺脫地獄廚神的方法 很簡單 就是你不斷試煮的東西 如果你自己覺得好吃 就應該可以了 煎完之後 就要上碟了 上碟有一個特別要求 我們先把雞放在一張食物紙上 讓它吸收油 如果不是放在碟上 就會很油膩 但是如果自己吃的話 不要搞那麼多東西 放在碟上就可以了 只要吃煎的豆腐雞 我覺得很乾 不如配個醬 給它吧 這次我用的是荷蘭醬 荷蘭醬 我覺得和魚和菜 就最配搭了 但是還是那一句 你喜歡什麼就配搭 自己吃而已 當加了荷蘭醬之後 我就會灑一點點 紅甜椒粉 紅紅黃黃的 也挺熱鬧的 我們的豆腐雞就完成了 今集我不講荷蘭醬 如果你想看的話 留意我們下一集 我是Uncle Ray 希望你喜歡這個豆腐雞的煮法 如果你覺得這個頻道好看 請給個讚我 或者訂閱我的頻道 甚至介紹其他朋友一起看 多謝你的收看 希望我們很快再見 請給個讚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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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